广州家馆天一号 天一号日记20分钟 船船林林航道 向内报告 世界最繁忙的海域上 一个世界级的跨海集群工程 正在修建 这就是总长24公里的 深中通道 它超过三分之二的工程室 桥梁 工程师们用最新的材料和技术 建造全球跨境最大的 海中钢香梁旋缩缩桥 启用全亚洲启重能力 最强的超级装备 完成巨无霸香梁的架设 不断延展的超长桥梁 无握波长红 一旦建成 将成为中国人创造的 又一个工程奇迹 粤港澳大湾区 是全球物流往来 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每年数十亿吨的货物 再次流转 中山是广东省珠江口 东西两岸融合互动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这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急需更完善 更现代化的交通助力 中山自古就是鱼鱼之乡 原产于中山的脆肉换鱼 因其肉质紧实 味道鲜美而广受信赖 每天至少有二十辆 满载脆肉换鱼的生鲜冷链车 来往于中山和深圳之间 今天路况的话 车流量要比有点多一点点 如果说按正常的话 我们三个小时就到了 如果说车流量大的话 它就要耽误两个小时左右 珠江口西岸的珠中江 河东岸的申管会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两大经济最活跃城市区 如今一条紧密连接起 珠江口两岸城市群的 深中通道正呼之欲出 从中山的马鞍岛起程 一路向东 工程师们建起长达 17公里的桥梁 跨越林丁阳上 两条繁忙航道 通过西人工岛进入海底隧道 穿行6.8公里 直抵深圳前海 作为深中通道 最重要组成部分的 林丁阳大桥 是目前世界上在建 跨境最大的 海中钢箱梁悬所桥 它的主跨是1666米 因为我们考虑到上游的航运的发展 我们预留了这么一个 双向六车的一个航路 为什么我们设一个高度呢 就是说我们请了国内外的 知名的咨询单位 认证了船舶 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 我们预留了足够的 通航进行高度 林丁阳大桥的船舶 通航进行高是76.5米 为全世界最高 距离海面26层楼的高度 足够容纳两艘上下跌制的 泰坦尼克号 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 要实现这样的通航进行高 就要在林丁阳上 建造两座更高的大桥竹塔 中国工程师自主研发的 一体化智能铸塔机 此时大显身手 7400吨预制成型的钢筋 5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48次的胶筑 极有一年的时间 这座90层楼口的竹塔 便拔地而起 自动制造方便了 我们认为在深中这个项目 是往前走一大步的 对整个行业 是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的 熟悉悬索桥建造的人都了解 欲驾悬索先走猫道 这两条三公里长的空中走廊 就是猫道 它凌空飞越航道 连接林丁阳大桥东西两边的 竹塔和猫顶 是高空事工作业唯一的落脚点 在竹篮架设过程中 猫道必须承受中 超长竹篮锁果的全部重量 单根锁果是重85吨 我们为了考虑它的一个安全性 它的一个系数是三倍 大概就是255吨 就相当于有32头大象 走在这个猫道上 它都可以保证它的安全 竹篮是悬索桥的脊梁 也是桥梁的生命线 8.5万吨重的桥体 要靠它独立调起 而且还要确保将来 汽车在近30层楼高的桥面上 平稳行驶 很难想象 要在至少一百年的生命周期里 承担起如此沉重负担的 竹篮的制造 却是从锻造一根细细的钢丝开始的 1600公里之外 一场试验正在进行 每提升一百兆帕 你从前的老路子是走不通的 必须推倒重来 曲线怎么样 曲线还可以 如果我在冷拉光绪 我都没有达到这个强度级别的话 那么更不要说在热度之后 能够达到咱们生命中到 这个2060兆帕这么一个要求 2060兆帕 是世界桥梁建造史上 在大直径港丝中 首次应用的最高强度级别 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从每一根钢丝开始 向钢丝强度的极限 发起挑战 这一卷卷的钢盘条 只是林平阳大桥一根竹篮的原材料 总重一万三千吨 对待这些堆积如山的原材料 工程师们的做法和拉面师傅如出一辙 通过九次不同力道的拉伸 使钢盘条就像面条一样 直径由13毫米变为6毫米 和拉面不同的是 钢盘条经过特殊工艺拉伸变细后 它的强度不但不减 反而抵增 然而对于林平阳大桥的竹篮钢丝来说 极有超高的强度远远不够 高温 高湿 高盐的极端环境 使得世界上普遍应用的新铝合金镀层 无法满足林平阳大桥竹篮钢丝的耐久性要求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难题 中国工程师又该如何 和声音乐